天想你 但是陳啟珍卻在這個時候出爾反爾 要求提高唱酬 版稅 還在半夜傳簡訊 情緒霸凌同事 更還有不認先前約定 不斷提出有別於業界常規的要求等 最後更揭露她在外是個和善的公主 但憤怒和善變情緒 都是公司的人在承受 提問一出引來不少討論 五月天的阿信也因此發文 巧妙引用陳啟珍的歌詞 看似在替她發聲 對此陳啟珍也在IG上發出聲明 表示自己和忠誠虎 還有工作室之間的契約存在爭議 因為他們多年來沒有依照契約 提供經濟服務和結算報酬 已經請律師發函 但是沒有得到積極回應 更表示這次忠誠虎公開發文 對名譽構成毀損 要求她公開道歉並做出澄清 陳啟珍出道多年 不少好成績都和忠誠虎一起合作創下 沒想到兩人從情人關係變成純工作夥伴 現在引爆糾紛搬上檯面 下一部會怎麼解決 外界都在看 三選幹人來自台北採訪報導